他买水捆却收到情趣用品 卖家的回应让网友笑歪 图鞋子DCARD分享 在网络上购买东西是许多年轻人的首选 而有名网友在DCARD上 分享男友的乌龙网购经验 原皮男友订购一款运动摇摇杯 打开包裹一看 货品竟然是情趣用品 他询问卖家 饭杯盔玩很大 事后才知道 原来男友领导跟他同名同姓的包裹 男友赶紧跟卖家陪不试 原皮在文中提到 他男友前几天订了一个运动摇摇杯 领货玩回来变情趣用品 他向卖家询问我订的东西是摇摇杯 怎么变成情趣用品 卖家回应你是不是领错 我没卖这种东西 笑脸 少年 矮 玩很大窝 他向超商店员确认后才知道 原来是同名不同人啊 眼尖的卖家发现 包裹商虽然同名 但手机末三码不同 证明是店员出包 卖家更开玩笑地回应 你可以偷留一组跟女友用 而原 笑称这几率 男友可以去买了透了 网友看完也纷纷留言 被拿错的那个一定会很尴尬 全店都知道他定情趣用品 记得要包好再拿回去 也有网友表示自己去货 也要确认一下墨三码跟名字啦 毕竟有时候店员会忙到看错 是我我就留住自己用 他向卖家询问反被亏玩很大 图鞋字DCARD分享 事后 他发现原来是拿错包裹 图鞋字DCARD分享 小